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Renee 年底就有很多节假日 所以在今天这视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爱马仕值得买的一些送礼的单品 全部都是在500美金以内 今天我的推荐就会分成五大类 第一类就是小皮具 第二类就是配饰 第三类就是家具类 第四类是餐具类 最后一类是化妆品类 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立刻开始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类就是小皮具类 我手上这个就是Calvica Holder 它是这样子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盒子装着 然后里面呢就是长这样子的 我非常喜欢Calvica Holder 因为我觉得这个卡包就是质感非常的好 而且它很薄,这样的空间就很少 所以如果包比较小的话呢 买这个就很合适 它里面打开是这样子 有两个卡槽的位置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暗扣合在一起的 一边大概可以放五到六张信用卡这样子 所以一共就可以大概放十张,十二张都没有问题 它这个是没有拉链的 所以如果你放在包里面晃来晃去拿出来的时候呢 硬币可能就会掉出来 但是如果是想放现金啊信用卡或者是银片的话呢都非常的合适 这个卡包呢有非常多的颜色 大家都可以去店里面问问你的SA 但是如果在店里面是缺货的话呢 也建议大家去官网看一下 因为官网有时候它的颜色甚至会比店里面更多一些 我这个呢是山羊皮颜色是RJ雀木色 这个卡包一般是有山羊皮啊或者是Epsom皮 山羊皮的话呢就是贵一点405美金 然后Epsom皮就便宜一点360美金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山羊皮的 因为它的光泽感和质感呢都非常的好 Epsom皮的话呢我自己是觉得它有一点点塑料感 但是Epsom皮肯定是会比山羊皮更加耐用耐磨 所以就要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如果买不到这个Kelvy Car Holder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一下爱马仕的另外一款叫Kelvy Dual 它是Kelvy Car Holder的一个升级版 它有一边呢是有多一层的暗扣的 这样子的话呢放硬币就不怕掉出来了 还有另外一款专门放硬币零钱的小卡包 也是挺值得买的 就会比Kelvy Car Holder再便宜一点点 那第二大类呢就是家居类 那说家居类的话呢在这里插播一条小广告 非常感谢MOMISO他们给我送的睡衣套装 这一款睡衣呢是全丝制的 非常的亲肤舒适 而且呢有非常多的颜色选择 我自己选的是粉色 尺码是S码 其实我可以选Extra Small 但是睡衣的话呢我喜欢宽松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了S码 如果是跟我一样比较喜欢浅色系的话呢 可以去买香玉籽啊白色浅粉色 如果喜欢深色一点的话呢 也有像黑色墨绿色这种 最适合节假日或者说上诞季的话呢 当然就是红色 它的做工非常的精美 每颗扭空呢它都有包合 就是跟睡衣的颜色是一致的 袖口呢跟裤口都有包边的设计 裤头呢是有松紧带的设计的 就可以自己去调节松紧度 所以如果是怀孕啊坐月子的话呢 这套睡衣应该也会非常的实用 裤子的侧面呢还有口袋 整体呢就是一个很简洁 很大方的设计 所以不管是送身边的朋友闺蜜 或者是送家里面的老人家 都非常的合适 我也打算给家里面的长辈们人寿一套 它的包装呢也非常的精美 它是有这样子一个盒子装着的 所以大家拿到手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拿去送人了 就不需要自己再去考虑怎么样包装的问题 他们家的丝制睡衣呢 最大的优点呢就是 很天然很柔软而且很透气 所以穿起来呢就非常的舒服 后面呢就是有写到丝制单品的一些好处 例如说呢它给提高你的睡眠食量啊 减少床单被铺 对我们皮肤的一些拉扯 那我自己呢也是长期在用 MOMISO他们家的丝制枕套 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 因为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脸上呢就不会有那种印 对头发也会起到一个更加好的保护作用 那MOMISO他们家呢也给了我一个粉丝的折扣码 会把睡衣的链接啊 还有我的专属折扣码呢都放在屏幕上 还有视频下方的信息来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查看一下 家具类有两个单品我都是挺推荐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沐浴露 它的价格大概是60多到70多80多都有 反正就是100以内这样子 去年我婚礼的时候呢就给四个伴娘都买了 四个一样味道应该是橘子味的沐浴露 每个人都非常喜欢 沐浴露的话呢就跟香水有点不一样嘛 因为香水就可能说比较personal这样子 但是沐浴露的话呢 我觉得你买的更多的是一个品牌跟质感 我会建议买那些比较淡一点的味啊 或者是比较中心一点的 像我买的偏水果香橘子味啊 或者是那种比较淡雅一点的香味呢 都是可以的 在家里面囤起瓶重沐浴露的话 随时需要送人的话呢 都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那第二样我比较推荐的家具类单品呢 我觉得就比较personal一点 所以我会比较推荐送给 就跟自己比较熟的家人朋友 就是他们的毛巾或者叫浴巾 其实是在baby section那里买的 我自己买过好几条那个小方巾 价格是65美金 有浅蓝色还有浅粉色 如果是身边有朋友 就准备要生宝宝啊 baby上我那种的话呢 我还挺推荐送这样子的一个小毛巾 虽然65美金对于一个这么小的毛巾来说 当然是很贵 但是它毕竟是爱马仕 而且包装也非常的精美 但是我现在手头上呢 就没有这个食物可以展现给大家看了 因为我都已经送出手了 其实这个小方巾呢 不仅可以送给小baby啊 放在家里面那个洗手间当一个擦手巾来用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想买浴巾的话呢 就可以买它那个最长最大的那个尺寸 大人用呢都可以 它是200多美金 虽然200多美金对一个毛巾来说肯定是很贵 但是考虑到每天都会用到这个浴巾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算蛮值得的 那第三类我推荐的送礼单品呢 就是餐具类 首先要跟大家推荐呢 就是这个非常火的马赛克托盘 这一款有金色或者是银色都非常的好看 有爱马仕的logo还有马车图啊 然后背面呢就是这样子 也有印爱马仕的一些logo 它的质感非常的好 拿在手里面是觉得沉甸甸的这样子 本来爱马仕设计呢 是拿来放寿司这样子 但是我看Instagram就是还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做过 放在自己的梳妆台啊 或者是家里的玄光位 这样子一回到家呢 就可以顺手把这些首饰啊 或者是钥匙之类的都放在这个托盘上面 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个就觉得心情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价格也是挺便宜的 就是200出头这样子 有一点难买 因为它经常是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这个的话呢 可以提前跟SA预定啊 或者是去官网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可能官网的货呢 就会比店里面更多一些 还有这个呢 我也是挺推荐的 它的包装是这样子 中间有一个海绵条 然后它是有两对的咖啡杯 还有一个小碟子 比较适合喝espresso那种 碟子呢 是跟杯子就是一对 我这个系列呢 叫做H Deco 它后面是这样子的 这一对的价格是360美金 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买 而且很值得送人 当然了爱马仕的餐具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图案 还有系列 如果对方不太喜欢喝咖啡啊 喝茶之类的话呢 也可以送他们那种dinner plate啊 或者是一个大一点的马克杯 都是挺实用的一个选择 去年我婚礼的时候呢 我闺蜜也送了我一对爱马仕 他们那个Saint Louis系列的香槟杯 透明的香槟杯一支是235美金 如果是有颜色的话呢 会稍微再贵一点点 例如说有朋友要结婚啊 领证啊 圣诞之类的话 送香槟杯或者酒杯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第四类呢 就是配饰类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fashion jewelry的 一些项链 我觉得都是挺好看的 例如说那个mini pop edge necklace 我就觉得很好看 而且很经典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爱马仕 而且会有很多很多的颜色选择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白色 黑色都很好看 而且这两个颜色都很百搭 下个月就是圣诞了嘛 所以如果有看到红色 或者是绿色的话呢 送人也会很有节日气氛 小号是410美金 然后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是440美金 然后还有另外一条叫 前面是金属的牌 然后后面呢还有一块皮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精致的 搭配一些毛衣呢 应该也会很好看 还有一个配饰呢 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面也讲过很多次 就是这一条双面的全羊绒围巾 爱马仕每年呢都会出这种全羊绒的围巾 颜色和图案都会稍微有一点不同 但是总的来说呢 都是比较中性的一些图案和颜色 有这种浅棕色还有黑色浅灰色米色 还有一些比较跳脱的颜色 例如说红色黄色之类的 虽然说很便宜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说它是比较短的 而且呢它也没有说很宽 所以一般我自己戴的时候呢 我会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戴就可以 就是外面穿个大衣 就是我不会把它再怎么样打个结 或者再绕 这一边是比较多白色 然后这里有个V字型的浅棕色 然后反过来这一边呢 基本上就是浅棕色的 然后V字型这里就是米色的 这个配色呢 就是搭配黑色灰色 或者是鸵色大衣呢 都会非常的好看 很百搭的一个颜色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而且全羊绒的围巾呢 它肯定就不会扎皮肤 会非常的轻肤 非常的舒适 而且很保暖 下一个要推荐的配饰类呢 就是Twilly 可以把它绑在头发上啊 或者是绑在领口这个位置 搭配衬衫啊 最常用的方法呢 当然就是像我一样 就是把它系在包包的这个手柄上 195美金 如果你是知道对方的包是什么颜色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照那个色系去选择就可以了 例如说 如果你知道它的包包是粉色 然后你调Twilly的时候 不一定是要整一条那种粉色啊 就是里面的图案 可能有一点点带粉色就可以 这样子呢 就可以跟它那个包match 但是如果对方还没有包包啊 或者是你不知道买什么颜色的话呢 当然就是买那种比较浅色调的 然后比较中性一点颜色的话呢 就肯定不容易出错 最后一类 第五类要跟大家推荐的送礼单品呢 也是今天要推荐的 里面应该是最便宜的一类 就是美妆类 那我手头上呢 就有一个爱马仕的唇膏 我自己呢就只有一个唇膏 但是我已经买过很多去送人了 它的包装呢 就非常的有质感 给大家看一下 它拉开是这样子 然后里面呢 还会有一个帆布袋 就这一点就已经很加分 虽然它的价格比一般的美妆品牌的唇膏都要贵 60多美金吧 上面是白色 然后中间黑色 下面是金色 就整体很有质感 上面呢 还有爱马仕的H logo 还有Match的图案 然后下面就有写它的色号 它是有磁性的开关 觉得很厚实 很沉甸甸的那种 我这个颜色呢是64号 应该是白皮黄皮都可以hold得住 比较有气场的一个大红色 它们现在还有腮红啊 高光指甲油 粉底之类的 如果怕出错的话 我觉得我会比较推荐买指甲油 还有润唇膏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五类最值得送人的爱马仕送礼单品 而且全部都是在500美金以内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有别的推荐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提前祝大家节假日快乐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